最近有香港媒体爆料昌州惠民已经向老公明镇正式提出了离婚,结束两人长达34年的感情纠葛。 一时间广大网友们喜大普奔,虽然只是小道消息,但大家都无比希望这是真的。 倒不是大家非得棒打圆阳拆散人夫妻,而是女神这位老公实在是扎得太离土。 据不完全统计,尼正和周惠民结婚15年间共出轨8次,光是被捉奸在床就有3次,平均2年就出轨一次。 这数据光听着就很炸裂吧,到底是长了多少条腿啊这么能批。 这还只是被曝光的数量,私下究竟玩多花谁也不知道。 但头顶都绿的发光了,女神却依然选择原谅。 说起来周惠民似乎一直都有些恋爱闹,这可能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系。 由于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因病去世了,周惠民一直都是跟母亲相依为命。 从小缺少父爱的她,也因此更加渴望男性的关怀。 可能越是渴望的东西就越难得到,周惠民的过往感情经历一直都很坎坷。 出道之后,她跟歌手黄凯琴有过一段恋情,也不知道交往期间发生了什么刻骨铭心的矛盾,俩人分手时闹得沸沸扬扬很不愉快。 周惠民对外表示今后和黄凯琴老死不向往来,而黄凯琴也回应称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,并且还真的做到了,看来是真的被爱所伤看破红尘。 后来周惠民在参加节目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黄震,据说黄震当时对周惠民一见钟情瞬间坠入爱河,毕竟年轻时的周惠民耀眼只有颜值,要身材有身材,是公认的九头身美女,哪个男人见了能不心动? 但周惠民起初对黄震却不是很感冒,虽然她外在条件不错,也算是个家境优越的大孩子,但名声实在是有点臭。 要知道黄震在圈子里面可视出了名的爱玩和花心,香港小半个娱乐圈的女星都被她霍霍过,就连李佳心也曾被她追到过手。 所以说渣男虽渣,眼光倒是不错,只会对姿色非凡的大美女动心。 这回看上了周惠民,自然是奋力直追,甚至一路从中国追到了日本,只为打动女神芳心。 面对如此热烈的追求,周惠民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。 1989年,俩人正式开始交往,这恋爱一谈便是19年。 看到着有人可能以为倪震这是遇到真爱浪子回头了。 No no no,俗话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,和周惠民交往期间倪震的桃色新闻其实也没断过。 1994年,她被爆出劈腿陈繁荣,1998年,又和宝尔长小公主姚悦碧纠缠不清,甚至还写了封无比肉麻的情书。 2006年,倪震被媒体爆料正在追求陈颖言,2007年她又和嫩膜同时牛肉面并且一同回家被拍。 但无一例外,周惠民都选择了原谅,可能因为这些爆料也没啥铁证,所以倪震几句甜言蜜语也就糊弄过去了。 结果就在2008年,也就是俩人结婚前一周,倪震被拍到在夜店和女大学生激烈舌吻,这次还有高清配图,画面太美我不敢看。 照片已经流出,热意四起,周惠民得知这个消息后也终于无法忍受,立刻宣布分手。 好歹也是女神级别的人物,这么公然被绿孩无动于衷的话,未免太没面子了。 然而网友们还没来得及叫好,周惠民就火速自己打自己脸了,在一周之后突然宣布和尼阵复合,并且俩人环冠宣了一个更炸裂的消息,结婚。 根据他们对外的说法,这次分手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内心,原来俩人可以共同抵御如此大的压力和考验,而且这么多年,双方早已变成彼此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他们有信心共同面对下半生的风雨。 怎么说呢?看来真正被伤到的只有网友而已。 不过当时有知情人士透露称,由于两人交往了这么久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当时周惠民甚至已经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了南方名下,这么个接骨眼相会婚也不容易,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把婚结了。 而且,19年的爱情长跑,周惠民可能也很不下心就这么割舍,只能希望婚后迷阵能有所改变吧。 但没想到的是,结婚后的迷阵非但没有收敛,反而变本加厉,三天两头就被拍到和赖妹出轨约会,丝毫不顾其妻子的感受。 而周惠民婚后也出奇的大度,丈夫都如此猖狂了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一再忍让就是不离婚。 面对外界的议论纷纷,周惠民曾发过一篇掌文进行回应,他称自己跟一阵有一套相处的艺术,并讲出了那句被人购病至今的名言,我的伴侣绝对犯得起这个错误。 咱们也不知道出轨劈腿之后是要怎么相处,也不清楚什么样的伴侣能够被允许犯下这种错误。 在一次采访中,鲁豫曾询问周惠民,当时是否是忍着心中巨大的痛苦写下那封偿信的。 周惠民则表示自己并没有觉得很痛苦,可能面对这一次次的背叛,他早已觉得麻木了吧。 但不管是有什么理由,这都是人家自己选择的生活。 如今港媒爆出周惠民终于不堪忍受提出离婚,甚至透露说周惠民已经在财产方面做好了转移,而泥镇只能净身出户,网友们都忍不住拍手叫好。 不过随后周惠民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鸽子图片,称我和先生都非常欢迎你,疑似必谣离婚传闻。 其实不管女神最终做出什么决定,大家都会支持。 也许她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不尽如人意,也希望女神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